在上个星期我们领受的是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当撑着光还在这个世上 你们要信从这光 你们信从这光 使得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这是上个星期 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三十六节 如果大家记得 所以我们知道 当耶稣讲论光的时候 就在讲他自己 是这世上的光 那么在路加福音刚才 没有弟兄 但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是耶稣接着讲了一些其他的道理 我们把圣经翻开打到路加福音 因为我们前后要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前后要看几段的圣经 如果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讲到说什么呢 他选择了七 他挑了七十个门徒 把他们拆遣出去 在他面前 就是在耶稣去以前 他先叫他的门徒去 然后呢 到各城各地方去传福音 大家看见在第三节 十章的三节 耶稣拆他们出去的时候 是很奇怪的 他是拆他们就像羊入狼群一样 那大家怎么来理解 怎么把人徒羊羔进入狼群去 他意思是什么呢 他把他们拆遣出去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 或者说没有其他的这种资助 你现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走来走去 你都需要有证件 你都需要有一个名分 但是呢 耶稣拆他们出去的时候 是没有证件 没有什么的 大家看到这个在第四节 他怎么说 第四节更奇怪 他说你们不要带着钱囊 就是不要带着钱包 也不要带着口粮 口袋 也不要带着鞋子 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意思说你如果不带着钱包出门 那你就是不带钱出门了 他们出去的时候不带着袋子 意思说你也没有行李箱 没有什么东西 就什么都不能带着你 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 主耶稣为什么让他们出去的时候 协助都不要带 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 然后他说你们在路上 也不要跟人打招呼 问安 我在想为什么不要在路上问人的安 可能这个意思是耶稣说 我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到某个村庄去 你们就直奔目的地 不要在路上边上咱得闲餐闲聊 最后时间都浪费了 在路上你们还没到目的地 所以这些人去的时候 钱也不带了 他们去的时候什么 完全要依赖其他人 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 就是别人给他们钱 他们也没有地方藏 没有地方放 那你说他这里也没有讲出 他们不收钱吗 他说你不要带上钱包 意思说你不要带上 装满了钱的鼓鼓的钱包 也不要带上扣扣的钱包去 所以他说你们怎么样出去 你就怎么样回来 你就是什么三五分文出去 你回来的时候也是三五分文 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中东的风俗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在你的村子门口 你的城门口 你看见有一个陌生人是赶路的 他们通常会接待这些赶路的陌生人 那些村庄都没有像现在这种大酒店 这种专门的旅馆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 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是步行 如果一个陌生人赶路 他到了天黑了 他也没有客栈 也没有旅馆去住了 那么通常怎么办呢 他就只能在外面露宿了 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风俗是这样 就是说 就当如果我明天要出远门的时候 我也发布到天黑的时候 有人收留我在他家里住一宿了 所以这些耶稣的门头也都一样 他们出去的时候 是会要求当地人供他们留宿 但是如果他们到了一个家里 要求人家留宿的话 他要先要说什么呢 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 很有可能他们会说 Shalom就是Shalom 这个西伯来文里面的平安的意思就是Shalom 这里面这个关于你请安 就跟人家讲愿这一家平安 这个里面大有讲究 所以大家仔细听 这个因为为什么呢 当你讲完说愿这一家平安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看主人怎么回答 这个主人怎么回答会决定这些门徒 到底要在他家里住下去还是不能 这个第六节大家看 他说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 或者说当得平安的人在那里的话 在有些我们中文的有一个小括弧 旁边有个字叫平安之子 这个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主人他是有什么 是和平的这种有和平的美德 和平的品性的这样一个人 And if the man was You can tell by the way he spoke If he was a man of peace Then they would stay in that home 意思是说如果你说愿这一家平安 那个主人如果是有和平的美德 有平安的品性的话呢 他会修留你 And they would receive anything When they would eat They would eat whatever was served Without complaining 然后呢你们在那里住下的时候 这一个这个平安之子 或者当得平安的这个主人家呢 也会服侍你们 而且呢是不会有抱怨的 Now you must remember Remember These men were sent out by Jesus 大家要牢记这个七十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是耶稣基督拆他们出去的 And Jesus was spiritually with them 耶稣不是说耶稣在家等了 你们就出去了 耶稣属灵上是与这些门徒同行的 And they were representing Jesus When they went into those villages 所以他们在外在上来说 当他们走到某一个人家的时候 是代表主耶稣临到这个人家 And Jesus told them When you go there You have In here just tells them two things to do Heal the sick And say The kingdom of God God has come near Has come near to you 然后呢 这很显然 耶稣吩咐他们说 你到这人家住下来以后 就说两件事 就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什么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 要告诉他们福音的信息 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 In fact The k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was following and he was coming later 实际上什么 当你说神国的境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是什么呢 是因为神国的国王 耶稣已经临近他们了 Now remember These people were sent out by Jesus 我们再提醒座位 这七十个人是由耶稣差遣出去了 And these people sensed a power with them 而且呢 这七十个门徒不是头脑里觉得耶稣跟他们同在 他们感受到一种他们不拥有的那种大能 They have never had this power before 这种大能是他们这些七十个人从来以前没有这种能力的 And it gave them great courage 这种能力让他们非常的受鼓舞 And so that if when they went into a village And they didn't find any men of peace They would talk to them very strongly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 如果他们到一个人家 到一个村一个城 这个地方的人不接待他们 他们是可以非常 和语气非常强烈的对他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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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声明的 他们会怎么说呢 他们说你们不接待我们这些人 我们现在就把我脚上的尘土呢 剁下来 我们连尘土都不想带头 大家知道这个要用这么强烈的这个语气和态度 这个是需要有勇气的才该这么做的 但是他们有这个胆 有这个刚强壮胆的勇气 是因为这个耶稣的能力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才有这个这个胆量 他们会说你们不听我们平安的这个信息 就是个审判将要领导你们 所以我们要来看看这些村里的人 城里的人是怎么看他们 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看见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看上去 也没钱 也没败 你说什么一看就两个成光弹 跑到这边来 居然讲这么 这个激烈的这个福音的信息给我们听 那你刚才说 你说这个牧师啊 刚才你不讲七十个吗 现在就差点变成俩了呢 但是圣经怎么交代 他说七十个人出去 但是是两个两个 一对一对的到某一个人家里某一个村子去 那他们是比较 贫穷 所以他们也不能买什么东西 没有钱买东西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 大家知道这些犹太人就这七十个人 已经现在是归顺耶稣的老 这个这是讲对不起 刚才是讲这些犹太人 那犹太人本来就是上帝的选民 犹太人会讲说 你在说什么 上帝的国临近我们 我们是神的子民啊 所以这些村里的人呢 会有头脑里面有这么一个疑问 这怎么搞呢 但是呢他们也看见这两个穷人 尽管是穷人 但是呢他们这个确实行很多神迹 这个为为什么呢 这两个穷 看上去是很穷 这个起貌不扬 但是呢这村里的这个病人呢 他们可以医治居然 这个是尽管圣经没有交代说 什么样的疾病他们在医治 但是呢圣经里明显看到 耶稣叫他们出去 他们到了城里面 就各样的病人到他们面前的 他们都可以医治 这个更奇妙的是什么呢 不光是这些病人可以得医治 他们如果是有这个鬼魂 鬼啊恶鬼附在这些人身上的 这些门徒居然可以吩咐 这些恶鬼从他们身上出来 所以这些犹太人就看到 是很奇怪的现象 第一这俩人呢 起貌不扬 看上去也是穷光蛋 你这些钱包都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 身无分为 但是跑来讲这么强烈的这个信息 另外呢他们居然举手 可以行这么大的神迹 所以犹太人就非常的疑惑 但是这些门徒是自己激动的不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居然按手可以治病 他们居然可以吩咐恶鬼从人身上出来 所以后来当他们什么 回来以后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们高兴坏了 就跟主耶稣心高采烈的在那里说话 所以大家看第十七节 大家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 第十七节怎么说 他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 主啊应着你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你看他们从来都没有讲到 这些人没有讲到这些人治病 就是帮他们治病的这些病人 意思是什么 他们头脑里面说 这个人有病 我把他医好 当然是一件 但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反过来来说 能把这些有能力的 比人更有能力的这些鬼赶出去 他们就特别激动 这些人赶鬼的时候很简单 就命令这恶鬼说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你从这人身上出来 而这个鬼你有没有听 这些恶鬼都听 听真的从人身上出来 很显然 我相信在几十个人的头脑里面 在这七十个人的头脑里面 他们是这样想的 这些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可能头脑里想说 这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 能把人赶出来 能把鬼赶出来 说明这个耶稣 一定是个大先知 大得不得了的先知 意思就是 这个大先知耶稣 他有如此了不起的能力 如果他把这个能力给我们 他就可以做个犹太人的王 所以这犹太人说 他能够让我们肉眼看不见 也奈何不得 这些恶鬼都听他的 他一定是做犹太人的王以后 他一定给领导我们 打一场漂亮的独立战争 可以让以色列复兴 尽管这段圣经里面 没有这么说 但是新约圣经里面 讲到很多地方 犹太人头脑里 就想到以色列 怎么样到独立 所以这些人回来的时候 高兴得不得了 为什么是高兴呢 说这些鬼都服了我们 耶稣没有直接跟他们 去辩论他们说的这句话 耶稣实际上是承认 是 没错 这些鬼当然听你的名字 听我的名字 后来大家看见 后来第十八十九 这也是讲到 他们如何能够 他们如何能够胜过仇敌 耶稣实际上是在承认一件事情 我所拥有的这个能力 我赐给你们这个能力 可以胜过任何在地上 一切的可以伤害你们的 这些能力 第十九节 大家看 第十九节说 我已经给你们全品 可以践踏蛇和蟹的 又胜过抽屉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 然后第二十节呢 这个说什么呢 但是他怎么说 他说 然而 你们不要为了这个事就高兴得不得了 你们不要因为鬼扶了你们就欢喜 意思说 这个事情你想都没有 去想这个事都没有什么意思 无论是这些疾病也好 无论是这些邪灵恶鬼也好 他们将要跟这个世界一同过去 但是你们真正应该欢喜的是什么 你们的名字被写在 记在天上的这个生命册上 这些邪灵恶鬼现在在地上 似乎是很有能力 但是他们都要成为过去 但是上帝的国将要存到永远 但是如果你们的名被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 你们就应该大大欢喜 我想请大家去思想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已经在你们身上发生了 Bu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Bill 我今天要先拿Bill弟兄来做一个例子 I'm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Bill became a Christian from heaven's viewpoint not from Bill's viewpoint 我要来讲讲 这个Bill弟兄成为这个上帝的孩子 是从天国的角度来看 不是从Bill兄弟自己的角度来看 Now you have to use a little bit of imagination 所以大家要开动你的这个神次 给你的一部分的想象 这个在座的人能背过这段圣经的 弟兄就不用背了 是在以弗所说的第二章的第一节 You were dead in your trespasses and sins Remember 他的第一句话 以弗所说二章的一节怎么说 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Ok that's where Bill started from 那Bill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他是这样开始了 Now go up to the throne in heaven 那我们现在回到天上 上帝的宝座的眼光朝下看 And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re talking about Bill 这个天父和爱子耶稣 他们就在谈论关于地上的 这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 扬州州人才弟兄 And the father says Son what about Bill down there in Toronto What about him 这个天父在宝座上 对问圣子耶稣说 这个多伦多的那个贝偶 这个怎么样了现在 And Jesus said to the father Father I'm drawing him I'm drawing him 这个主耶稣就对天父说 我现在正在吸引他归向我 He has heard about me and you But I'm drawing him Look and see how I do it 这个主耶稣对天父说 他现在已经听过关于我的事 听过关于天父上帝的事情 那我现在要继续地做灵魂上 吸引他的这个工作 I've gotten him to read the Bible 我现在已经把一个读圣经的一部分的 这个渴望放在他的心里 Now he's been reading the Bible And he's thinking different Father he's thinking differently about you and me Now 现在他已经读了一部分的圣经 他的头脑里面关于上帝 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观点 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He realizes That he's sending against you and me 他现在已经明白一件事情 他所犯的罪都是终极来说 是抵挡神 And he's getting a little bit disturbed Because he knows he should be punished 这个比尤的心里已经开始有点不太平了 他已经有点不太舒服 他知道这个罪迟早 他是要付出代价了 Now he's been reading the Bible And so he hears about what I did on the cross for him 而且他读了圣经 他听了道以后 他已经开始明白一个事情 就是我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这个拯救世人赎罪的工作 And Father you notice He's beginning to believe That I did die for his sins 主耶稣对天父说 父啊你知道 祂现在已经开始 在一个快要相信的这么一个道路上 祂会相信 我在十字架上为祂所做 And look at what he's thinking about He realizes that he needs your pardon father 这个主耶稣就对天父说 主啊你看在比尤现在头脑里面 在他的生命中 他实际上已经明白一件事情 他从终极来说 他必须要得到天父 你对他的赦罪 他才能存活 So Father I have drawn him here Now listen He's talking to you Father now 这个主耶稣就是天父说 天父我已经吸引他的心 慢慢地转向我 现在你没发现 时不时的 这个Bill呢 他开始向天父祈求祷告 And so then They hear Bill talking down there 然后呢天父和这个主耶稣 就在天上听到 地上的多伦多的这个Bill 就开始祷告 And he say Father I have sinned against you 他们就听见这个Bill在地上说 主啊天父啊 我已经我曾经犯罪得罪 I have read That Jesus your son Died on the cross to pay for my sin 我在圣经里面知道 你的爱子耶稣 已经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了 And on the strength of that Father I ask you Please Forgive me 然后Bill接着什么时候 祷告 他说 父啊 基于你儿子在十字架上 所做的这个救恩的工作 求你赦免我的罪 Now the Father speaks 这个时候 轮到天父说话 And he says Bill I forgive you 他说 Bill 我赦免你 Because you believed in my son 为什么 因为你信我的儿子 Then he talks to the son His son Write Bill's name in your book 这时候天父就对基督怎么说 他说 你现在把Bill的名字 记在生命册上 So Jesus wrote Bill's name Bill what his name Bill J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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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In the book In heaven It's there 然后主耶稣就把 Bill弟兄 Bill Joe 这个名字 就记在 这个生命册上 And look at Bill That book contains names like this 这个在 那个生命册上 把这样的名字 记在上面 You look If you were to look in that book 在那个书上还有什么名字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有摩西的名字在上面 有先知以利亚的名字在上面 有先知以利沙的名字在上面 有亚伯拉罕的名字在上面 有彼得的名字在上面 有保罗的名字在上面 有约翰的名字在上面 耶稣的这个兄弟雅各的名字在上面 Martin Luther would be written there 这个新教的这个先锋 马丁路德牧师的名字在上面 And James Hudson Taylor would be written there 这个戴德生 这个内地会的创始人 他的名字也在上面 James Morrison would be written there 这个马里逊的名字 这个也写在上面 James Morrison was written Transled in the Bible, didn't he? Robert Morrison Robert, excuse me Robert Morrison, yeah 这个罗伯特·马里逊是第一个翻译中文圣经的一个这个新教的宣教士 The Bible you have in Chinese See Robert Morrison His name would be in there 中文和合法版的圣经有很多的工作 是谁开始的呢 是马里逊开始的 And there were millions of other people's names in there 有很多这个几亿人的名字写在这个声明写上 And your name is in there The name is up there right beside 在这些名字的旁边 还有一个名字你也可以找得到 这个名字就是扬州的周润才 他现在出来多了多 Anybody's name was written in that book would live forever 这个每一个写在那个生命写上的名字不分大小 都要存到永永远远 And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He says don't go rejoicing about driving demons out of people 所以耶稣跟他们讲 你们不要为这些小玩意又高兴的要死 好像把鬼都赶出去 你们就沾沾自喜 He said rejoice that your name is in the book up there 他说你要欢喜的是什么 你的名字被记在天上的生病册上 你才有大大的欢喜 Because if your name is in the book up there You will have There's absolutely nothing to worry about Life here or over there 如果你的名字被记在 主耶稣手里的生命册上的话 你在地上 无论经历怎么样的患难 你都不会不知道 都不可怕 但是呢 唯一的一件事情 你要害怕的就 你的名字如果不在上面 你就有祸了 Your name has to be in the book The same way that Bill's name got written into the book 所以弟兄姐妹 你的名字也要在那上面 就像Bill的名字在上面一样 Ask the Father to forgive your sin 所以你要求天父赦免你的罪 还没有赦免的罪 Because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for you 因为耶稣为了你和你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And so all of you who know Jesus Rejoice that your names are written there 所以那些已经信耶稣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大大的欢喜吧 因为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 And you who do not yet know him Do you want your name in the book 在座那些还没有名字 写在生命册上呢 你想不想你的名字 也记在生命册上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give you confidence 只有唯独这件事 才可以让你一生充满信心了 Do you want your name in that book 你想要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吗 If your name is in that book is not in that book You don't have anything to rejoice about 如果你的名字没写在天上 你地上就是金山银山 活了两百岁 你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But if it is there You can rejoice You can rejoice for eternity 如果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 你可以大大地欢喜 而且欢喜到永永远远 Do you want to get their names in the book? 我要请问在座的 现在在这个屋子里面的 包括听到今天讲到的人 有没有人想要把你的名字 能够登录在主耶稣基督手里的生命册上 有没有 I'm giving an invitation 我今天代表神给你一个邀请 Would anybody like to get their name in the book? 有没有人想要让主耶稣把你的名字写在 这个生命册上? You can get it in there right now 那你现在就可以求神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 By asking the father to forgive you 很简单 你只要求天父上帝赦免你的罪 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今天的见证 About her friends and relatives over there 他讲道给他的朋友和他的亲戚 And how she wants them to have their names in the book 他讲道他的心是多么的希望 巴不得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把名字 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册上 We want our relatives to have their names in the book 我们也巴不得我们所有我们的亲人 他们的名字都在上帝的生命册上 All we can do is pray for them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好好地为他们祈求祷告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地祷告 最终这个人自己 他们每一个人要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的赦免 And the father is willing to do it If we trust, if that person trusts in what Jesus Christ did on the cross 而天父是非常地乐意赦免你 只要你信他的儿子耶稣 Let us pray 我们要来做祷告 Pray for those people you have been praying for That they will ask God, ask the father to forgive their sins 我们现在要祷告 为谁呢? 为那些我们一直在为他们祈求祷告的 或者神一直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里的这些的人 我们生命中认识的人 为他们的灵魂得救来祷告 And any of you here who want to have your name in the book Pray and ask the father to forgive 在我们中间今天坐在这个会堂上了 还有听到这个信息的人 现在你听到上帝的呼唤 你自己在心里就求天父的赦免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然后我们来做结束 有 семь家 也会让我来做 不要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的名字 我们的名字 我们对我们的名字 不能录此录作明年的 录来的神 你们感谢 人命的歌伍国的天 Eve 你对我一个人家的幸福 你最 decorations 有点工夫的礼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 one for two Shielded We thank you That we rejoice Because our names are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And that book You have paid Tremendous price That book You paid tremendous price for my name to be written in the book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given your son to save me a wretched sinner like me not only that father that you have forgiven my sins and given me my given the eternal life and you have given us given me the privilege to pray for the lost souls in the world my dad my mom my brothers sisters my co-workers and my neighbors and my friends and father I pray for them that they would rejoice because their name should be written in the book if they believe in the son believe the nam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we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preached in the sermon this wonderful salvation message to us through your servant our souls are blessed our souls are touched and father I pray for those who are in the congregation and they they heard the message this morning and they heard the invitation they heard the call by names and they would respond they would respond with the true repentance and they would turn to you and ask father forgive me for and I am a sinner deserve for hell and for Jesus for Jesus sake father you would hear that when they they believe in your son you would forgive and you promise you will forgive our sins thank you for that and father thank you we rejoice we rejoice greatly for our names are written and we plead that those who are still lost that they will turn and come to you and we plead that father you continue to draw them to you Lord Jesus you continue to draw them to you one by one by one by one until you return and father you will rejoice you see when my souls saved you rejoice brother you rejoice because your son died for me and you are just to forgive me forgive my sins we thank you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大大的欢喜不仅因为我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不仅因为我罪得赦免我还得着永生主啊我不但得着永生我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而且我有如此的权柄可以奉主的名向你祈求为我的爸爸妈妈为我的弟兄姐妹为我的邻居为我的老板为我的同事为我的朋友 为我为我生命中所插剑而过的每一个人可以为我生命中所插剑而过的每一个人可以我有这样的权柄向你祈求主啊你要吸引他们你要吸引他们归向你我们把生命中我们认识的人都交在安主你的手里今天在座的还有世上的灵魂还没有认识你的还硬着心没有悔改的还在天国的门口徘徊的还在那里计算成本的 还手上这个背上背的不是十字架背着一堆粪土的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奔跑的那些劳苦愁烦的劳苦淡重淡的主啊求你吸引他们让他们谦卑他们刚硬的心让他们开启那龙的耳让他们开启瞎的眼让他们主啊把他们刚硬的心肠能够软下来他们真正能够听见你在天国的护照 主啊我们实在听到了主啊他们也实在听到了你的呼唤今天九十岁的故事站在这个地方奉上帝的名求你们与天父和好奉主耶稣的名你们的灵魂可以得救你们的名字可以写在生命册上主啊这是你的恩典但愿凡有耳听见的都是有福的凡有耳听见的 都会悔改凡有耳听见的都转向你主啊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是白白的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什么成本都不用计算因为那成本大的惊人没有一个人承担得起就上帝的儿子为你而死为我而死主啊这样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拒绝这样的恩典我们实在负担不起 但是你白白的赞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欢喜吧让我们已经得救的人为自己的名寄在生命册上欢喜吧让我们将要为得救的那些灵魂欢喜吧 主啊当我们一个灵魂在地上得救的时候你在天上欢喜整个天国的天使为此欢呼但愿我们让天上的神和天使能够常常欢喜但愿今天中午就在这个时间也让天上的天使能够欢喜 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多不配是奉靠我们恩主为我们流宝血的舍弃生命的救助耶稣基督宝贵圣洁的名阿们 谢谢大家我们还有一首诗要唱